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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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不知道要去哪裡 但是我想出發 大家都還過抽鬼牌的遊戲嗎 每個人手上一張牌 你不知道鬼牌在誰的手上 每當輪到你要抽牌的時候 心裡都戰戰兢兢的 因為你不知道該選擇哪一張牌才好 我想贊助的同學 如果有大一大二的挺舉手 你面對的牌可能是長這個樣子的 你有很多選擇 手上很多張牌 如果有大勢的同學有嗎 也有 但你面對牌可能就長這個樣子 在即將踏出校園 步入社會 我相信大家現在心裡 可能就像抽到鬼牌一樣 非常的恐慌恐懼 曾經我的手上也有一副牌 是一張叫做夢想 一張叫做現實的牌 在大學念商業科系的我 其實現實手中的牌 應該是要往金融業發展 以後會覺得比較好的工作 但當時的我 雖然心裡一樣對未來有很多的 不確定 有很多的迷惘 我依然鼓起我那充滿青春氣息的勇氣 我勇敢的選擇了夢想那一張牌 我當時的夢想是想要成為時尚雜誌總編輯 於是呢 我決定我到時尚產業去深造 後來到紐約這個全球時尚重鎮去上班 再如果說我因為當時勇敢的選擇我的夢想 而因此發光發熱的話 那我覺得我的人生會很像是一部很浪漫 很勵志的電影 但這個電影呢 大概在播了四十分鐘就停播了 停產 因為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跟我當時的夢想 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現在是一個社會企業家 是一個新創公司的共同創辦人 但你問我說 我從小就喜歡當事工 我從小就喜歡做工藝 從小就愛喝咖啡嗎 不 我從小愛喝酒 大家小時候可能都常聽父母說 要我們好好念書 長大以後可以賺錢找份好工作 我沒有想過 其實我長大以後 我不是去找工作的需求者 我是去提供工作的供給者 我也沒有想過 在我人生三十歲的階段 會因為參加了一個國際競賽 而拿到一筆三千萬創業獎金 而這三千萬獎金 又比我預計更短的時間內消失 讓我意識到 其實人生有很多很精彩的片段 就像放煙火一樣轉瞬即逝 而我已經走過了三分之一的路 我突然在想 過去的我手上都握著哪些的牌 而我又抽了哪些的牌 讓過去的我一步一步的變成現在的我 於是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把我自己抽離 我看我就像在看一根雕像一樣 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過往的自己 這時很多的事情都變得很清晰 我發現我這個雕像有光明面 有影子面 我很好奇這個叫我的雕像 到底是怎麼樣塑造而成的 於是我把時間軸往前拉到這一開始 我來到第一的過往的片段 叫做放羊的孩子 小時候 每當我不想念書詞 我都會跟我父母親說 好煩喔 不想念了 很累 然後結果呢 我老爸就會說 你不想念沒有關係啊 大不了我以後來一起吃羊 等到對面公園去放羊回生 那時候我聽了其實當下第一個念頭是 哇 原來我的人生有很多種選擇 其實不是只有念書而已 我可以到對面的公園去放羊 我可以去撿地上的保利龍 回收來換錢 做好過生活 這個片段讓我有第一個發現 就是其實我們人生有很多種想像 而在我們周圍呢 其實圍繞著很多稱之為選擇的大門 每一向門都是通往一個未知的未來 如果我能夠更早意識到這件事情 我想我當時的選擇可能會更多更廣 錄到這 我們先跳脫出來 我們來到第二個篇章 沐陽少年的渴望 我看到這時候的我 在紐約念完時尚碩士以後 在地理大道上工作 在紐約的生活 我每天都過得非常開心 我很自在 我好快樂 但是後來有一個聲音 漸漸在我心裡 它開始說 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嗎 因為說真的 在紐約的時尚產業工作 其實就像一部電影 穿著Prada的惡魔那樣 紐約是一個弱弱常識的社會 一旦你非常有實力 大家都會對你刮目相看 那反之就是如此 後來我在紐約的工作結束以後 我回到台灣 我發現我在台灣的生活 非常的枯燥乏味 像是縮水的海綿 日子變得坑坑坑坑坑的 日子一久 又有一個聲音 在我心裡開始 越來越大聲 我渴望改變 我想要改變 於是就像這本書說的 沐陽少年奇幻之旅 當你真心渴望 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全宇宙都會聯合起來 寫住 我覺得是我當時的渴望太過強烈 變成巨變 我當時的人生 一來第一次的跳船經驗 我不再忙碌地行使一個固定的方向 我臨界人生第一個大轉彎 後來 我們接著來到第三個天端 那時候的我 在政大念IMBA 當時一起念書的中美洲同學 邀請我參加一個獲特獎比賽 我當時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企業 也不覺得那是我的專業領域 但因為我非常的想要有所改變 有所突破 於是我幫我嘗試的心態參加 我參加的獲特獎 是號稱社會企業界的諾貝爾獎 是由科林頓行動基金會 到聯合國共同舉辦 每一年 Bill Clinton 都會親自挑選出全球 當年度最迫切的社會議題座發聲 作為當年度的比賽挑戰的主軸 而我們當年的挑戰就是 如何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 給生活在敏尼庫的小孩子 在參加獲特獎長達一年的比賽中 我跟我團隊去了非常多的國家 去做了很多考察去比賽 我們甚至後來用群眾募資的方式 在薩爾瓦多秉民窟 蓋了第一所學校給當地的孩子 其實參加比賽對我來說 一開始就真的只是一場比賽而已 但是當在薩爾瓦多的第一間學校蓋城市 其中有一個很反對我們的媽媽 甚至當時曾經大罵我們是騙子 你說這樣騙集團 你想來我們這個社區做什麼 你想說我們身上獲得什麼好處 她要走向我們 對我們說 感謝上帝 把音盼帶到我們這邊來 她眼睛充滿閃亮亮的淚光 我當時聽到之後 我的心裡流入一股暖流 然後眼睛也是閃亮亮的 曾經有人問我說 是什麼樣的理由跟信念 讓你成為一個社會企業家 讓你去贏贏顧蓋學校 當這個媽媽走向我的時候 我意識到很多時候 我們做事情 並不需要一個抑正言辭的理由 其實只是因為 當它發生了 我們遇見了 我們有能力解決 那就應該要 勇敢而堅定的去做 在創業的道路上 其實真的是一個 不斷在擁抱很多失敗的過程 我們從 不管是商業模式的調整 從原本得獎的 教育投資平台模式 到現在 所謂的影響貿易咖啡模式 又或者是 我們之前開發 花了好幾個月 研發的新產品線 結果後來 因為不符合市場的期待跟需求 必須整個汰換 每一次的失敗 都是一個很痛苦的成長 但也讓我們獲得 很多為下一次出發的養分 在跨越數字圈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開始用自己的意識 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 有些人帶我通往成功跟虛名 有些人讓我體驗到失敗跟反省 在這個不斷的跟自我對話相遇的過程當中 那個俗稱我的雕像 有一個黑色的女時 漸漸被顯露出來 這個女時裡面的我 是膽小的 害怕的 怕被欺負的 不夠勇敢的 覺得自己不夠好的 看到這個女時的時候 其實外在的我感到非常的震驚 我難道不是一個自許是 聰明美麗自信大方活潑可愛的安容嗎 那這個黑色的女時是怎樣一回事 在經歷了跨越很多舒適圈後 這個新的我漸漸被顯露出來 當我們在跨越舒適圈的時候 原本內心習慣安逸的自我 會需要有很多的突破跟成長 我們可能披上了符合現實社會 期待我們穿上的外衣 讓自己看起來很有能力 很有自信 但是隨著我們跨越 自己舒適圈的領土時 我們會發現 還有很多的我 是我一開始不知道的 會發現 原來我可能不夠坦白 會發現 原來我可能不夠勇敢 會發現 原來我 沒有這麼認同的自己 在回首過往的這些片段的時候 我意識到一件事情 其實 我真正在跨出的舒適圈 是我自己的設限 我做了很多外在的探索 我去了很多國家 我嘗試了很多新鮮事物 但是我很少做內在的探索 去了解自己 去真的勇敢的表達真實的自己 我覺得 最大的困難 都不是來自於外在 最大的困難是來自於 你如何能夠相信自己 告訴自己說 我手上這些牌就是最好的牌 告訴自己 肯定自己 一路走過來的所有 鬼基跟祖基 我們會對於未來迷惘 難道只是因為 它是一個未知的事情嗎 我覺得可能更底層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 升任 去滿足自己的期待 或者是他人的期許 如果我們能夠高度的認同自己 甚至覺得說 我出生就是獲得一場勝利而來的 那超棒 非常棒 但很少人可以做到這樣子 自信滿滿 我們可能都忘記了 我們出生的那一場勝利 我們可能都是需要在 跨越舒適圈的那個時候 漸漸的察覺到 原來我自己又有一塊黑色的飲食 然後透過不斷的自我對話 了解 然後再慢慢的幫自己找到 屬於自己適合的定位跟角色 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忘記了 這個世界很大 人生的想像不是只有一種 或許我們可以很快的 把自己精準的定位到某一個方位 但是別忘了 這個世界就是如此的寬廣 無盈 我們用很多的事情值得去探索 去追尋 所以 就算我們對於未來迷惘 那又怎麼樣 其實首先應該要做的 就是先察覺到 這個世界很大 人生有很多的想像 有很多的選擇 光是知道這一點 我們周圍很多隱形的大門 就會現身 接著 去找尋自己的渴望 用自己的意識 去開啟你所選擇的門 然後在這個不斷探索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擁抱很多的不確定性 但是呢 也沒有關係 我們可能會因此發現自己的黑色隱石 但也不要因此別的驚慌失措 因為那些脆弱的自己 都是應該要被擁抱的自己 應該要被接納的自己 只要我們每一天 就是多一點 不依賴他人的自我價值肯定 我們對於跨出去的每一個步伐 都會越來越清晰 而穩健 而我們也能夠更享受 那個不確定的未來所引領的道路 也更能夠去朝著更美好的未來前進 隨意我說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但是我不害他出發 我想出發了 如果你也準備好的話 那我們一起出發吧 Let's go 謝謝 谢谢大家